人间苦空无常, 远世人不分你我, 丙足安然脱迷, 众世尘度。 我会用一个书名叫做《死亡别狂傲》。 傲是高傲的傲, 这次的题目是来自一本书, 这本书是由蔡元云医生所写的, 是在70年代非常受欢迎, 亦是很著名的一本书。 其中里面也设计了苏欣佩小姐, 苏欣佩小姐。 苏欣佩首先要讲一下这本书, 其实蔡元云是一个突破出版社, 她是负责, 当时她也有分出这本周刊的。 当时大家, 我相信如果现在是四五十岁的朋友, 应该对这本书是不会陌生。 甚至如果现在, 我们也有听过这个突破这本, 以前是双月刊, 后来做了去月刊, 这本书是刊物的。 而那本书里面, 主要是刺落了苏欣佩小姐和颜魔搏斗的经历。 而这本书呢, 因为Kim最近零修, 又看到这本书, 觉得这本书值得去推介。 除了值得推介之外, 我相信其实很多人看过这本书的人, 都会在一个好, 或者我简单说一说, 因为可能有些观众是未看过这本书的, 即是现在年轻那一代。 苏欣佩是一位当时, 她小时候已经幻想了, 这本书是甲状腺的癌症, 在这个位置。 她小时候就试过做过切除手术, 又做过电疗, 花疗, 很多种在医院里面出出入入的。 当时, 其实她家人没有让她知道, 由于她小时候小时候, 就没有让她知道, 她患了一种癌症, 到后来她大过了, 发觉这种癌症, 又再开始复发。 她随着知道自己有这个癌症, 她在书籍里面说了一件事, 就是说, 出入入的医院里面, 已经成为一个家常便饭的事。 出了有时反反复复, 尤其是血压, 你知道Phyrol本身是控制Hormo, 一个人很多时候, 血糖, 血粉, 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, 她就要吃丐片, 又要不停量着血压, 有很多东西曾经高到120, 甚至是去到140或200, 吓死了医生, 当时她又在香港, 后来去了外国读书, 后来去了台湾, 又去过新加坡, 去编辑一些书, 做了总编辑的, 去过三个出版社, 其中有十几年, 是跟蔡元云医生在并肩作战的战友, 去教大家搞《突破》这本药行, 里面其实真的挺感人的, 这是一个背景, 而对Kim来说, 看回我自己, 对于后面那一部分, 我觉得比较touching, 就是蔡元云医生写给她爸爸那封信, 在那里讲到蔡元云医生, 她的爸爸由于那时候, 蔡元云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, 应该说她年青年代比较前卫, 觉得很迂腐, 尤其是她家里的装饰, 她在爸爸的书房里面有很多狗, 以前的牌匾, 她都觉得很迂腐, 很有白古闻那种风格, 她就说, 如果有一天她自己可以重新去装修, 她一定会做得很时尚, 完全不同, 但是由于她爸爸当时是住学的, 她家里有七兄弟姐妹, 她爸爸没有什么机会接受完整的教育, 完成她的教育, 所以中间是住学, 很多东西都是靠做学徒, 自己自学的, 尤其是在中文方面, 她爸爸是不懂外语的, 而在大家思想下, 当时还是在九七回归之前的, 在香港, 她爸爸是一个诚实的商人, 做事是很诚实的, 而且也不会脱绎堆棄, 在饥荒, 在政治不稳的时间的时候, 她自己有七个小朋友, 希望把这七个小朋友送去外国, 去学外语, 去接受西方的教育, 但是当她的小朋友都大了, 回来探她爸爸的时候, 就发觉她爸爸已经有肝癌症, 是肝癌的, 也是肝癌症,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, 现今社会里面, 现在我们数得出的话, 不是说, 我知道现在临近快要睡晚了, 即是新年, 大家听到这些, 一说到病的, 但我没有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, 都觉得是很敏感的一些字, 大家都很不希望听到这些字, 但是, 毕竟我们要面对现实, 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, 我们无论身边, 或者随便, 在一条街里面, 隨便找一个人来, 当然是她自己的家, 或者她身边, 都会认识一些, 或者身边的同事, 或者亲友, 都会有些人, 是会跟颜魔在对抗的, 所以, 我觉得, 很感恩一件事, 就是说, 不管, 这个跟颜魔在搏斗的, 是我们认识的人, 或者是不认识的人, 或者是身边的人, 或者是受到自己的, 都是会有一种, 我们要知道, 人在地上, 匆匆几十年, 其实, 今天不是说什么耶稣教, 或者是一些福音, 或者说什么, 说永生, 要讲到将来的千禧年, 或者是什么, 末世那个发生, 教会被提, 不是说这些东西, 但是, 我的感觉就是说, 其实, 人生在地上真的很短, 但是, 希望大家就会尽量, 用自己可以走得, 趁自己可以走得, 吃得走得, 那个很开心的一时之余, 都去想想, 身边一会的人, 是我们需要去帮忙的, 另外, 就是说, 在我们有新鲜年里, 我们很健康的时候, 尽量, 每一天, 去做我们想做的事, 就好像这个, 苏英佩小姐那样, 她知道自己患上了一个, 甲状腺癌, 而她很喜欢, 她是唱铝高音的, 她的声音很好听, 在那本书籍里面, 因为她插入到, 她的声音配, 小姐自己写的一些东西, 但是, 很可惜, 她就幻想了, 甲状腺癌, 令到她不能再唱, 呂高音, 或者呂低音, 当时, 她的本书里面这样说的, 而, 令到Kim最, 是的, 说回, 令Kim最触碰的, 就是, 蔡元云医生那部份, 她也写到她, 她的中学校长, 是一位小校长, 她说了一件事, 她是英华的一位小校长, 是一个西外籍的女士, 她的教育水平很高, 她是会说中文的, 一位外籍人士, 会说中文, 当是一个校长, 曾经, 本书里面说到, 在那封信里面说到, 蔡元云医生, 到她老了, 她都有病了, 她需要到英国去休养的时候, 她是去到英国的一个, 窮乡辟养里面, 去探望这位肖老师的, 当时这位肖老师, 畢竟年龄也大了, 也说再纪念回, 肖老师当时, 以前年轻的时候, 她教书的时候, 她是因为经历过, 日本侵华那段时间, 在香港那段时间, 还在前线, 去支持那些英军的, 甚至乎她是一个很自贱的人, 其中令到, 有一道都挺幽默的, 蔡元云医生, 也写得很幽默的, 有一部分, 她说, 去到萧老师, 萧校长的家, 即是她那个宿舍里面, 在香港那时, 每次吃的下午茶, 都说, 吃不饱, 最后一班同学, 就要出去外面, 排队去吃云吞麵, 而这位萧校长, 也很自然, 因为她将大部分的钱, 也捐了给教会, 她连一件衣服, 穿了一件衣服, 免衣裙再穿到够了, 她就用来当布, 用来擦桌子, 擦东西, 在这里可以看到, 可能她们是经历过这个战争, 的洗礼, 所以她们就知道, 其实每一件事得来不易,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, 物质方面, 物质社会里面, 我们是很发达, 科技也很先进, 但是, 其实人的心灵里面, 其实很脆弱的, 再加上一件事, 另外还有一道, 那本书很值得去看的, 如果大家未看过这本书, KIM很极力推介, 去看这本书, 你的人生里面, 应该会有新的概念, 有新的观点去看的, 他也说到一个, 当时, 你知道80年代当时, 日本的经济很强, 但他们对死亡, 和我们中国人对死亡有少少不同, 虽然我们大家都属于亚洲, 他对死亡, 他就说, 为什么要日本用櫻花, 来代替, 就是用国花, 除了做国花之外, 就是说, 因为櫻花, 我们每一年去看, 有时去日本看櫻花, 觉得很美, 很美, 而櫻花在最美, 最灿烂的时间, 没多久就会飘落, 就好像生命的短暂, 在最光辉那段时间, 就会跌倒, 没多久, 那我们可以看回, 其实,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, 我们也不难举一些例子, 譬如一些, 一些巨星, 他们是唱歌很厉害的, 或者他们是一些演员, 但是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, 就已经不在了, 那也是一种很可惜的, 而他说到日本人, 还有一种东西, 最连阿Kym印象很深刻的, 就说到他说武士道路, 日本的军国主义里面, 当时就说到, 日本有一种, 就是说, 当你失败一样东西, 由于他们当时是军国主义, 就是Purinism, 那时候, 大家都读过历史都知道, 那段时间, 天王是好像神那样, 那如果有些什么, 天王给你的任务, 你做不到, 就要自杀, 那时候就有非因感濟队, 自杀式的冲下去, 将自己的战机冲下去, 敌人的战机同归于尽, 那他们说到他的自杀是怎样,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, 有时看过一些片, 比如我曾经以前, 就是, teenage公司看过的就是说, 盲盒, 那就是拿着一把剑, 日本的, 那他们, 譬如说, 死的自材是怎样的呢, 是拿着一把剑, 那把剑, 就要是, 轻斜, 在前面, 打斜, 打斜, 打到自己的副腹里面, 刺在副腹里面之后呢, 就要, 向右手边, 白传, 然后再向上, 上, 割, 刀上去上面, 即是七字形, 一个七字形, 这样上, 然后, 然后呢, 就把剑拿出来, 于是, 就要把剑拿出来, 然后再在那把剑那里, 那把剑的鼻子, 那把剑那里, 就要钉住地下的, 那把剑那把剑的尖锋那里, 就要钉住自己的喉咙, 这样钉住它, 这样死的, 那日本人呢, 就觉得呢, 这种死亡呢, 是一种艺术, 也是最漂亮的, 一种死亡方法的, 那这个, 大家同不同意, 就是, 既人见智啦, 不过, 啊, Hakim看完这本书呢, 那个, 感觉呢, 就觉得就是说, 在我们眼中看到的死亡, 和在, 就是, 基督教徒里面, 眼中看到的死亡, 人随着不同时间, 不同阶段, 所看的东西都会有些不同的, 但是, 怎样都好, 今天大家,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, 大家可以去看这本书, 这本书呢, 在三十年前, 到出版了, 但是, 其实不难找的, 因为, 虽然你会觉得, 三十多年前, 我的Kim, 怎样找啊, 这本书, 现在都未必, 未必可以买到, 因为呢, 其实, 我看回它的版本书呢, 它出了十三次那么多的, 所以呢, 如果,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, 我自己没有去Library, 我就没有去看过, 有没有这本书, 而且这本书, 现在没得卖, 我也不知道, 不过我就很幸运, 因为我是, 母耳中, 有一位教友, 借了那本书, 给我看的, 我看完那本书, 我也觉得很感动, 如果不是, 因为那本书, 我已经告诉了那位教友, 如果不是, 我就可以在这里, 展示出来, 给大家看那本书是怎样的, 那记住那本书名叫, 《死亡别狂傲》, 是高傲高傲的, 那这本书是值得推介的, 那希望大家都会, 无论看到身边, 或者附近, 周边有人是真的有, 有病也好, 或者怎样都好, 都希望大家给一些鼓励他们, 虽然呢, 死亡, 虽然魔鬼是可以给我们有很多很多困难, 在地上, 但是呢, 记住一样东西就是, 神亦都似给我们有永生的, 那, 人生其实是什么来的呢, 其实我一直以来, Akim一直以来, 都很记得, 阿施, 一位名人, 萧颖青先生, 曾经说过一件事, 就是说, 人一生出来, 便死路一条路, 那样东西我一直都很同意的, 直到呢, 我在早了几年, 我开始看, 就有另一个角度了, 我觉得, 如果你现在问我, 人生是什么呢, 其实人生, 每个人都想到的, 人生有多久呢, 你当每个人, 每个人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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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0岁, 那样东西, 那样东西, 一年后, 那你就可以算到自己, 在什么时候, 拜拜了, 那样东西, 那样东西, 但现在你问我呢, 我觉得, 死亡真是一个经过, 只是一个经历, 纯粹真是一个经历, 那样东西, 那究竟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, 那有没有想过, 新一年大家要做什么呢, 和上一年会不同的呢, 的吧, 都是运运恶恶的, 那样东西, 其实, 读完Master, 那之后, 那如果可以的, 就读了PhD, 那就算, 不读了PhD, 就做事咯, 那之后怎样呢, 其实, 一直都找不到人心里面, 究竟, 人生是为了什么, 究竟, 生命是,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, 没得选择, 一出生, 就已经好像一个, 落地娃娃那样, 那好了, 那, 只能够等, 说得难听些, 等死, 那, 究竟, 我们的人生, 是为了什么呢, 那这个问题, 我希望大家可以, 反省一下, 或者反思一下, 究竟, 我们, 每一个人, 来到这个世界上, 我们, 要做事, 是做什么, 那今集, 先说到这里, 拜拜, 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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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